你们心里就只有家令 你们要搬过去跟她一起住 想过后果没 又要我来承受这一切呢 杨淑云很难过 拉着佳琪努力的解释 佳琪 我们没有跟小令说什么 就是这么多年没见她 我 想她 只是搬过去跟她一起住 我们不会瞎说的 佳琪一把甩开她 搬过去一起住 你们能忍住不告诉她吗 妈 她忽然压生在杨淑云耳边说了什么 佳琪努力去听 却什么也没听到 不过她确定了 父母真的有事买着她 杨淑云听佳琪说完脸色大变 眼中满是畏惧 我们不会说的 不过 你 我的事你们不用管 管好你们自己就行了 佳琳怕母亲被她解说动了 不跟她回家 赶紧走进去 妈 你东西收拾好了吗 我来帮你搬家 佳琳直接走到杨淑云身边 佳琳 你想把爸妈接走 你照顾得了他们吗 你准备把他们接到哪去 你的学校吗 你现在还没毕业呢 你有住的地方吗 佳琳以前面对佳琪一直都在忍耳 可刚才她听到佳琪对杨淑云大喊大叫 她一肚子 便直接争风相对 我那就算地方再小 至少也能让爸妈有个暖壶屋子睡觉 你倒是住的挺大的院子 这么多年也没见你把爸妈 接过去给他们一间小屋子住啊 佳琳 杨淑云急忙呵斥 把佳琳拉到身后 佳琪死死瞪着佳琳 像要冲上来跟她拼命似 琪琪 你冷静点 你妹妹她刚回来 什么也不知道 我们没有怪过你 你别生气 哈哈哈哈 佳琪忽然大笑着跑了出去 杨淑云赶紧追了出去 佳琪 佳琪你等等 琪琪 佳琳也赶紧追了出去 妈你没事吧 她怎么了 为什么一下子这么激动 杨淑云叹气 哎 小令啊 你姐 她也不容易 你别跟她生气 我们回去吧 这里面一定有事 我必须得查清楚 杨淑云拉着佳琳 满心忧愁 佳琪刚跟她说不与琪又要什么了 这样他们一家该怎么摆脱她 回到房间 佳琪和杨淑云刚把东西收拾好 家户回来了 爸 你回来了 咱直接回我那把 东西我们都收拾好了 佳心荣黑着脸 咱都多久没见孩子了 你不也想见见外孙吗 佳琪要上学 咱们能帮着带孩子 佳心荣瞪她 杨淑云就当没看见 听佳琪说 大外孙都上小学了 你放心孩子 没人管吗 佳心荣叹了口气 最终还是同意了 一家人收拾好东西 刚回到家就看到了站在门口的 顾与琪 咦 怎么来了 顾与琪朝家令走过来 拉住她的手 跟我走 出事了 家令还没反应过来 佳心荣就冲了过来 她把家令的手 从顾与琪手里扯出来 满脸戒备的看见她 咦 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咦 想干什么 叔 我能干什么呀 我是找家令有事 狠急的是 家令皱眉 顾 同志 你找我什么事 家令 卢省那边厂子出事了 具体什么情况 我现在也不是很清楚 我是听那边的人说的 你最好赶紧给厂子里打个电话 家令愣住 厂子出事了 家令有些不相信 如果厂子有事 那史翠平肯定会告诉她 不过她这边没有电话 想到这里 家令有些紧张 家心荣拦住家令 不能去 打电话的明天 这天快黑了 出事怎么办 杨书云也赶紧说道 是啊 小令 这么晚了 你别出去了 现在邮局报警都关门了 我陪你去学校吧 这里学校最近 用学校的电话去打 你好好确认一下 她说着 又看向家心荣 叔 你不放心可以跟着 我怎么会伤害她呢 我只是担心她厂子里的事 如果很严重 给她造成太大的损失 家心荣看家令这么着急 她也怕会有严重的后果 可是她不信任顾与其 就算事后顾与其会找她的麻烦 她也绝对不能让自己的女儿 担忽跟她在一起 我陪你去 我陪你去学校打电话 爸爸 你和妈先进屋收拾东西 照顾孩子 等凤花回来 她陪我去 家心荣有些着急 那怎么想 你们两个女同志 万一 爸 妈 我一会就回来了 一会凤花骑自行车送我过去 也能快点 你们放心吧 顾与其一直没说什么 家心荣阻止她 她也没露出什么不好的情绪 一直都是温柔地看着家令 顾 同志 你到底是听谁说的 顾与其有些无奈 你别老是同志同志地叫我了 你直接叫我名字吧 那样我自在点 家令想到她跟家琪的关系 没有回话 是我秘书 今天跟卢省那边联系的时候 无意中听出了一件事 说你们市里的一家 牛路酱场负责人被抓了 什么 家令脸色大变 是国营还是私营 私营 不过你也先别着急 先确认一下 然后再去了解事情详情 杨淑云跟家心荣对视一眼 他们现在也不确定 顾与其到底是骗人的 还是说的是真的 没一会无奉花便 带着陆国庆回来了 妈 你要干什么去 你快跟姥姥姥爷回屋 妈出去一趟 很快就回来 三人一起打到学校办公室 家令拿起桌上的电话拨过来 喂 你 你找谁 你是小莲 电话里传来激动的叫声 厂长 嫂子 你在翠萍犯吗 让他接电话吧 厂长 出事了 是厂长昨天就被带走了 我们也联系不上你 给你发了一封电报 怎么办呢 是厂长不会出事吧 小莲你先别着急 慢慢说 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 为什么翠萍会被抓 我不知道为什么 是厂长会被抓 而且我们厂子 现在也不允许再卖将了 生产都停了 厂长你得赶紧回来啊 你就没听说 翠萍到底犯了什么事被抓吗 小莲想了一会 不太确定的说道 好像说是因为我们买盐 因为厂子加大生产 是厂长就从外面 码回来几百斤的盐 谁知道就来人了 小莲你先稳住厂子 多注意工人情绪 不要让他们乱传 我马上赶回来 挂干电话 家令看着不与其 我得回去一趟 谢谢你告诉我这个消息 不然等我收到电报 不知道得什么时候呢 吴凤花也是一领交集 见 随拼出撒死了 家令想想 凤花明天一早 我们买火车票回卢省 这次的事情确实有些麻烦 好 我陪你一起回去吧 家令摇摇头 谢谢你 不过不用了 你明天应该还得上班吧 我回去解决就行了 顾与其看着家令 眼神温柔又无奈 好吧 你回去要注意安全 回到家 父母还在等着她 怎么样了 是不是 她骗你的 小令 你那到底是什么场子啊 家心容问了 事情严重吗 你准备怎么办 家令摇摇头 没事 我回去一趟 你是自己回去 还是 那个 顾与其跟你一起回去 家令看着杨淑云 我跟吴凤花 我带着她 她能保证我的安全 这样陆北辰才不会担心我 所以妈 国庆跟惠玲这段时间 可能得麻烦你们照顾了 杨淑云满脸的忧愁 孩子们你放心 我跟你爸能照顾 可是你这 小令 你这场子到底是咋回事 不会是要被割什么 资本主义尾巴吧 家令看得出来她的害怕 妈 不会的 现在已经改革开放了 是扶持个体经济的 不会有那种事 我这次场子 就是进货的一些问题 你别瞎想 跟我爸在家里好好待着 等我回来 家令又推出一些钱 放在杨淑云手里 你拿着 万一要用钱 买什么东西 就去买 杨淑云看着手里的钱 满眼震惊 这 我不要 你怎么给我这么多钱呢 你自己拿着就急 我手里有钱 你爸扫大街 每个月有工资 妈 你拿着吧 这点钱也就不要什么急 你拿着花 等我回来 京都大院顾与其家 小雨 你这是干什么呢 顾奶奶看到她拿着行李 皱了皱眉 你这是又要出差了 奶奶 我要出去一趟 顾几天回来 你要照顾好自己 不要随便把人带咱家来 老太太笑了笑 来咱家的都是 大院里那些书败婶子们 至于你姑她们 放心吧 我不会让她们进门的 故意起点点头 好 奶奶你要注意身体 自己不想做饭 就让她们去食堂 打了送过来 你别担心我 好好办你的事 给公家办事 可不能马虎了 我知道 奶奶 第二天家令跟吴凤花刚出门 便看到了余海亮 吴凤花满脸一面 此逆 余海亮对吴凤花点了点头 看向家令 那个 弟妹啊 你好 家令满脸疑惑 你为什么讲你来接弟妹 余海亮笑呵呵的 她不是陆北辰媳妇吗 那当然是弟妹了 我听说昨晚顾雨琪来找你了 家令有些惊讶 顾雨琪 你是 哦 我叫余海亮 是陆北辰哥们 那个顾雨琪不是个好东西 我这不是怕你出事吗 所以我就来看看 你这是要出门 家令看着她 陆北辰的哥们 她没见过 也没听陆北辰提醒 在看吴凤花的反应 她忽然反应过来 凤花 你说的在我们家门口的人就是她 吴凤花点头 对 就是她 我遇上她好几次了 同志 我今天还有事要办 你有什么事 等我回来再说吧 余海亮见家令神色着急 便问道 你这是出了什么事了 跟我说说 说不定我能帮上忙呢 家令现在还不确定 她是不是陆北辰的战役 不打算跟她多说 姐 你还真久的她不是怀人 余海亮也能理解家令对她的怀疑 想了想 便拿出了自己的工作证件 你看 我是有政经单位的 我也有军装 不过退伍了 不能穿了 但都在家里 还有啊 陆北辰左侧大腿上有个弹孔 那是我们一起执行任务的时候 她为了救我留下的 她能力出众 我特佩服她 也真心把她当兄弟 弟妹 你怀疑我 我能理解 这样 我们先去买票 到了火车站 我们给她打电话 我跟她说话 你去任意一下行吗 余海亮说的情侦一起 家令心里的防备也没敢全部放下 谢谢您了 不过我这次回去 身边人手够了 也不用您跟随 您不是还有工作吗 别耽误了上班 我们自己能解决 余海亮有些着急 弟妹 不耽误我 我陪你去吧 你们这两个女人 要走那么远的地方 家令也不跟她多说 拉着吴凤花就走 这余海亮也是特别直觉 家令不相信她 她一直跟着 大哥 您真的不用跟我们去 我相信您是陆北辰战友了 不过这件事 不用麻烦您了 吴凤花也对余海亮 对 安杰七四不四不想醒你 你还是该进回去吧 你还会找公园姐弟 余海亮看向吴凤花 小姑娘 你伸手怎么样 吴凤花特别自信 余海亮本来也有忽略 他怕自己走 万一顾与其要对家令家人做什么 他就来不及救了 弟妹 如果你那边的事情解决不了 一定要联系我 我来想办法 家令礼貌的道歉 谢谢您的关心 余海亮走后 家令问吴凤花 你觉得他是北辰战友吗 吴凤花笑了笑 那那姐夫推上是不是整理又改空啊 家令瞪了他一眼 你开头 陆北辰大腿上确实有 不过这也不能让他完全消除疑虑 必须跟陆北辰确认后才能相信 来到卢省刚下火车 家令和吴凤花又看到了顾与其 这人这么跟狗屁搞有死的 撤都撤不掉 他为啥都跟着我们啊 家令皱着眉 他现在确定顾与其这么帮他 为的就是他 可他不明白 一个人的感情为什么会来的这么毫无缘由 走吧 我们先回场子 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我再看一下 我看你 我看 我看 这一点